我比較喜歡這個冷盤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就算是沒有過年 我應該我們家裡很適合買來吃 然後干貝的話我覺得 就是不管是煎還是煮湯 我覺得都還蠻實用百搭的 但就是經濟能力要了 過年嘛 OK啦 大家好我是各位兩種金舌頭 今天要吃什麼呢 來到我們的年節特別企劃 因為因應大家年節都要準備年菜 生活太忙碌了 沒時間自己煮 所以我們特地的好事多 選擇10樣適合當年菜的東西 快速又方便 年菜吃太多 有時候有些東西就飆高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人 來幫我們做一下健康檢查 哈囉大家近視訪朋友 我是楊詩品萱 品萱這次也是看起來神采飛揚 不愧是平常有在吃好東西的人 看不出來生采養 對 看不出來 我覺得你事後的線上課程 是不是要跟孕婦 教一下怎麼回復神采 感覺會大賣 沒有 帶小孩就會瘦 今天工作人員有很多 就是準備來吃的 又是幫我準備那個塑膠袋 對 你要給我打包回去 好 我們大概花了一個半小時 準備這一桌啦 我覺得比外面的重量 實在快很多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 邀請品萱吃的這個是 他們自製的 這個牛三寶滷味拼盤 這個我超感興趣的 我覺得這很適合 丟到牛肉麵裡面直接 真的 我也想要吃麵 我覺得很好吃 它是走比較有嚼勁的路線 老人家牙口不好 對 夾牙可能要小心一點 而且我覺得它牛肚啊 雖然說不是那麼軟爛 它是有嚼勁有Q度的 而且它調味不會太重鹹 對 它以好色度來講蠻清淡的 我很訝異 而且這三種肉啊 它那個牛腱 牛肚跟牛筋 都是屬於脂肪含量比較低的牛肉鋪位 所以它是比較健康的鋪位 所以和牛健康嗎 超肥 這個平常我覺得也可以吃 這多少錢啊 還可以啊 牛肉還可以 你這樣可以至少煮 至少六碗牛肉麵吧 可以可以 如果是一個10甲的 一碗180 現在的糖價 但因為牛筋很貴啦 這個算是我自己營養師會想要買 哇 好哇 第一個就認證了欸 我們冷盤生活裡的心 好 那我們第二道湯是這個 也是有點像湯湯水水這個 有一整隻魚的 鯧魚米粉 白鯧米粉 對 它的魚這樣一切就軟掉了 對 因為它就蓋在裡面吃 而且其實鯧魚是貴的 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會特別貴 對 很貴 因為鯧魚很棒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先買 對 冷凍 那我們也要先吃吃看啊 魚鯧魚鯧魚咬好鯧喔 好鯧喔 它魚肉很濃 而且 欸 這是在吃魚面欸 可是這個魚好像就是肉質是細膩的 人家吃鯧魚是吃那種細膩的口感 可是它的味道其實沒有那麼重 所以其實它很多人都只是拿來乾煎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料理方式 它那個鯧魚好像是 炸過 所以它整個那個湯底是有爆香過 然後油脂含量非常高 雖然魚肉本人熱量很低 所以比較好的湯是不是 對 它的湯是精華 然後米粉又把那個湯吸進去 所以這一鍋有價值了 這次是魚 那我換一下 我本來想要再偷第二碗 下一道年餐應該也算常見啦 精華酒店出的紅燒獅子頭 那蔥是我們自己加的啦 你要欺騙長輩就是你做好之後淋個醬 你是我做的啦 我跟你講 你看那個新香料就知道說是現做的 但是我本人 從小我就對獅頭沒有好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很少會吃到它 就是這個感覺 慢慢在攪的過程當中一直釋放出肉香味跟酒香味 對 它酒味其實滿濃郁的 很濃郁耶 我覺得那個絞肉真的是雙刀火雞 把它打到爛到不行那種感覺 喔 其實只要是絞肉類 大部分越嫩的啊 它就是用越肥的肉去做 然後肉口即化又多汁 所以那白菜就會吸收它的油脂跟那個醬汁 蛤 那個菜也不能吃喔 其實我原格來說 他們加的那個醬汁是真的沒什麼用 就添醬油有沒有感覺 所以它已經算是比較輕爽 四十頭戒裡面清流 四十頭戒的清爽的敗倒是誰 張璇 好 我們下一道是自己處理的 好是多在賣那個 有時候都沒辦法下手 只有年姐才有辦法花這個錢 北海道 備注 又是干貝 而且我們其中的是 TACO絲幫我們料理的 它只加了一點鹽油跟黑胡椒 對 加這樣子而已 好香喔 真的很香 平常不會買 對啊 它真的是甜的耶 然後裡面是有點爆汁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 我覺得它應該今天的冠軍吧 干貝它是屬於低脂的蛋白質來源 本身就是一個高級美味 然後附帶又少的一種選擇 所以說健身人可以多吃 你吃得起的話 你媽媽會直接 煮湯 菜桃湯加進去 你說加生干貝進去 然後它那個湯就會變很甜 太狠了吧 你媽媽有跟兒子嗎 你知道加幾顆就好了 我以為煮湯會加那種風乾的耶 過年不是會 也會啊 這些菜干貝機就是要加干貝 你媽媽也很會想要當你的干貝機 是不是我們下一集互相轉換菜色了 下一個海鮮是洪玉航的花枝蝦排 我覺得 在這邊香很久了 這是用氣炸嗎 有沒有 用油鍋炸 喔 好喝喔 多喝喔 它真的每一口都有料 這樣炸過之後 它整個把東西鎖在裡面 然後表皮鬆鬆的 可是你不會覺得很乾 如果像這種料理方式 你還是比較建議氣炸鍋去炸 對 其實還是有差的 但是氣炸不代表就是沒有油炸 因為通常這種油炸食品 它都會預處理過 預炸過 所以它其實在那邊已經 進場過已經有入過油了 脂肪含量還是比完全沒有油炸的 還要再高一點 但是氣炸是真的有比較健康的 549 然後一整盤這樣子 它應該很純的 幾乎都海鮮 我覺得OK這個真的很好吃 屁股咧 再來到就是那個 老鞋針的干貝紅菌米糕 干貝斯在下面 他小時候搶這個吃欸 我也是 就是在挖那個 要不要那個薑醋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半 不要留給他們 好 謝謝 好剛好開心喔 所以我們是膽固醇膏 啊對了 膽固醇膏 糟糕 我最近進到檢查 膽固醇膏OK 膽固醇膏會有什麼 小問題嗎 其實膏過頭的話 本來就是算是心血管問題 喔真的喔 我們也有一點 所以根本 其實運動有時候會比你吃東西 調整效果還要好 但是兩個一起調整是最好的 當然是最好的 喔運動 好 讓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來看一下 這都是黃 蠻夠光的 而且它真的很大隻欸 以冷凍來講的話 它算是有Q的一個 喔 哇 很硬 我覺得不錯欸 是有水分的咧 而且吃得到就是 螃蟹的鮮甜 這不錯欸 這一個 這隻螃蟹有分數 米糕 它米糕我先講好了 它吃起來會有點像是那種 古早味 就它有很多那種 辛香料 五辛的味道 很南部 就是五辛嚇很重 就是比較黏 然後也比較黏一點點 因為它是澱粉類的主食嘛 我覺得它等級大概跟炒飯很類似 炒飯不是都用油去炒 才會有點軟 其實雖然它黏黏的 但它一樣在炒那個料的過程 是也要加比較多油 然後加它糯米更黏 要加更多油才炒得動它 所以通常呢 它的脂肪量跟那個調味油啊 調料的量會比較多一些 我是沒有想到好吃都會賣這個 我們下一個就是 這個是鼎泰峰的筍香蹄膀 你看你看 跟一般我想像以前吃過 那種筍汁長得比較不一樣 對 它有乾的 對 筍乾 它有看它是筍乾 哇 很美欸 而且很好減 對 我結果我血液在流水王變慢了 對 我們的血液都變濃稠了 對 它是沒有那個勾芡的類似 這嘴巴很脆欸 而且甜甜的 很好吃欸 很好吃欸 你可能單吃裡面的肉 會覺得沒什麼味道 可是因為它皮是入味的 所以你肥瘦兩個一起吃 超好吃的 超好吃欸 等一下皮都很厚 沒有你一入口也是 嚼一下它就化掉了 639買 買 可以啦可以啦 比在那個婚宴會館吃一桌 太好吃了 你不用再去當婚宴章 你知道嗎 不用再為了要吃這一道 去參加各大婚宴 對 你還要包3600 對 你覺得咧 你要說 好難比你了怎麼辦 一個是動物性有之障 一個是自由基 我覺得它們等級可能都差不多 差不多 也都是不可多食的食物啊 沒有骨頭的呀 把它去掉了 它竹筋竹兩這樣賣給你 我覺得已經是台灣企業的良心了 你那廠商在嗎 沒有 最後一個是我們重頭戲 老鞋生佛跳牆 這個是裡面最貴的 價錢來到了 C949 然後好像是還有折扣過的價錢 然後它裡面有三條大海參 哇 是三條巨海參 斷斷斷斷 它裡面有5到6顆鮑魚 其實你也看到干貝吃都已經融入在裡面了 對啊 香喔 我覺得它那個芋頭煮到花掉很棒 欸你是可以吃芋頭在湯裡面嗎 佛跳牆可以啊 火鍋不行 佛跳牆可以 我是芋頭煮辣派的 芋頭煮辣派 那我們下次就不要再 哈哈哈哈 我看到我剛好拿到一顆芋頭煮辣 欸它的芋頭就算沒有爛你 用筷子夾它直接爛掉 啊我喜歡 你知道我喜歡吃海參嗎 很變態 我看到海參的時候我很興奮 我覺得它很濃郁 而且剛好吃那個芋頭它是直接化掉 它口味蠻重的 煮到後面其實水分蒸發 然後很多東西都已經融化 像你講的芋頭 干貝還有一些膠質 所以它吃起來真的蠻重口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試食的 可以再加一點水進去 我覺得它的湯不能直接喝 不能直接喝啦 它那個料應該是拿來就是 喔 膠斌 很重欸 那湯是重的你咬到鮑魚 鮑魚的味道更重 我覺得這種鮑魚會比真的好吃很多 風乾鮑魚很貴 它要時間去沉澱 但很好吃 你吃完那個嘴巴會黏黏 你一定要配那個 油切 哈哈哈哈 對 我覺得這一集 我們這一集是缺一個那個制度 好吃度也有賣 油切 你要記得很煩 一定要順便帶一打回去 因為我覺得這過年很難過 那含量啊 一天人體是大概要多少 一天建議的那含量不要超過2400毫克 但是這一鍋我覺得它一定超過2400 9000 我就知道 超可怕 1700 然後 超過1800 你說整 整鍋啊 真的假的 整鍋這樣蠻低的 怎麼可能1700 它這一鍋才1700 那比想像中再低一些些 那一天成年男子的熱量欸 但是這樣你應該要先去洗腎 喔 我覺得可能是差在說 它用的紙材都是膠質比較多 然後鮑魚本身還是算一個低脂的蛋白質 所以比起來它可能比較油的肉加的比較少 它澱粉類就是栗子跟芋頭為主 其實沒有再有其他的澱粉 或者是其實如果今天真的很懶惰 你其他都可以不要買 你就買這個 哈哈哈哈 你套房啊 沒有辦法回南部過年齁 你就自己 最有年味就這一鍋 你可以自己在家裡套房就吃到年菜 而且通常這種都吃一個禮拜 哈哈哈哈 那我們今天準備兩道 第一道就是大家常見的這個蛋捲 我們買的是 喜年來蛋捲 OK 好期待喔 我也很喜歡吃蛋捲 江國也很喜歡吃蛋捲 他小朋友愛吃 但是他好像不懂 所以就是拿盤子接這個 他不懂他就是 欸他每次吃完的時候 都衰衰衰 哈哈哈哈 骰骰 它蛋捲本身是舒鬆的 加入喝水之後它有奶味 奶味跟蛋餡就慢慢釋放出來 好像也不會到太甜吧 欸它比福益軒的再不油一點 哦 你為什麼福益軒摸起來就是 嗯我覺得它很乾爽啊 嗯嗯嗯嗯嗯 可以沾牛奶 沾杏仁茶 哦不錯 對啊沾杏仁茶 還是沾平均素的奶茶 哦可以可以 我們糖的不要加糖 OKOK 這蛋捲的熱量滿燙的 你們畢竟你們有做過蛋捲嗎 我有做過 我也知道它不容易 它一根其實就很兇 它這是液體狀的那個麵糊 就是因為油脂很沙拉油脂很多 對然後糖 好可怕喔 不要知道 我們這個還是吃原味 但如果裡面又有包餡 那不就爆炸了 欸 超好吃 很好吃 哈哈哈哈 我後來做體驗 發現其實很多東西 一小小的 熱量就超恐怖的 第一個嚇到我只是蛋黃酥 蛋黃酥一顆將近300嘛 200到300幾間 欸這一鍋 只有六顆蛋黃酥欸 哈哈哈哈 你這樣算 你不會覺得很荒謬嗎 各位朋友 這才1800大卡 哈哈 可能 好下一個呢 就是長輩也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年輕人可以試試看 不要逃屁 這個是南藻核桃膏 之前我教學也有做過 我也是第一 因為教學 但是這個甜點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以前是不會特別去點這個東西 你吃看看 我覺得南藻的味道 其實跟外面甜點很多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釋放出有點像龍眼乾 對 它就是很有紅棗龍眼的那種香氣 而且你就是舔它 然後慢慢咬化它 它的香氣會一直留在嘴巴裡面 二棗 你是兩種棗 黑棗跟紅棗 喔 黑棗跟紅棗 喔 難怪我覺得它香氣比較香 還蠻養蒸的耶 而且裡面又加核桃 喔 核桃就是一個 算是健康的堅果吧 對啊 它嚴格來說 如果要跟同性質的牛肝糖比 它應該還是比較健康 因為牛肝糖我記得應該是 你比較油脂的那種 哪一份類的東西 牛肝糖裡面就是奶的 糖啊 你看 還有花生啊 好好吃喔 三顆200大卡 一顆也是60啊 一顆也是65啊 這兩個根本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論品質來說我覺得蠻好吃的 只是過年的時候你是真的可以買的 最後一個小甜點 對啊 那我覺得一整個過年 我怕我血液會打黏在一起嘛 對對對 對 所以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喜歡就是這個冷盤的部分 這個我覺得就算是沒有過年 我應該我們家也很適合吃 然後干貝的話我覺得 就是不管是煎還是煮湯 我覺得都還蠻實用百搭的 但就是經濟的利益 過年嘛 OK啦 過年齁 年重大爆了 對啊對啊 然後最後我覺得過年過太監鋼也不對 還是要來一點邪惡的東西 我真的還是覺得這個推口 超好吃的 我覺得我們的焦點就是這一個 挺泰鳳的純香提包 我覺得真的 你就算就是過年過節 阿嬤生日你把它端出來 我覺得都是會被人家尊敬的一道菜 超讚 太讚了 我另外推的就是這個 紅玉行的花枝蝦排 就把這個海鮮的金環鎖在裡面 然後又是油炸食物誰不喜歡呢 這個你就冰煮金環 小孩子我們家應該也會消得掉 對 如果你要準備年菜 你可能有些職值要回來 我告訴你這一道就打發其他人的菜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真的沒有時間 跟大家一起過年 或者我想要一個人好好過個年 想要一個東西吃很久 老鞋真絕品 高CP 佛跳牆 熱量 歷史心地 1800而已喔 給你鮑魚 給你海參 給你腿 然後又有一些佐料 我覺得吃起來的味道是 非常複雜 但是多元的 OK 我覺得吃起來 會讓你真的有年味 飄出年味來了 沒有聽到鞭炮聲 你吃這一鍋 旁邊都要放鞭炮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 好吃多年菜開箱 真的非常謝謝品萱來啦 希望你今天 這一集也是可以顧顧肝癮啦 怕你回去真的這樣吃 被拍下來人設崩塌 哈哈哈 敬藝老師吃這麼有的嗎 這是可以的嗎 我們有了一支影片 在品萱那邊播出 對 敬請期待喔 期待期待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可是我們工作人員6點就起來喔 好辛苦喔